董娘 因为我的先生是方金红的董事长 但是我比较喜欢的 的称呼其实是 蔡妈妈 因为我有四个小孩 我的小孩老大是 二十四岁 今年已经在工作了 老二是二十二岁 老三是二十岁 他们都还在就学当中 在念大学念书 然后呢 老四呢是 一个特别的小孩 小天师他十八天 他没有念念书 他是在我们家 每天去家里 然后做的宝贝 那么我平常呢 其实有一半的时间 都是在家里 另外一半的时间 可能不到一半 都是在做基金会的工作 那我基金会的工作 从我结婚开始就进行了 从慈善基金会 我大概结婚今年满二十五年 所以我们是从慈善基金会 开始成立的第一天 那时候我老大就在我肚子里六个月 然后我们就开始买 芒芝山基金会 然后建立了 大概一年多之后 我们觉得光是给钱 有的时候 没有办法资深帮助这个社会 在某些思想上 文化上的一些改变 所以我们觉得 再来做一个文化教育基金会了 我的国工非常的缘异付出 所以我们做了第二个文化教育基金会 那接下来当然我们铺帮还有慈善基金会 跟艺术基金会 跟银行的基金会 如果这都是 我就没有这个机会去协助 那基本上这两个基金会都是 我来 一开始来五十 那在这几年 这过去这十年来 我就专心在文化基金会做 因为我觉得我最喜欢做的 其实就是 就是做妈妈 就做教育工作 做文化教育工作 所以文化教育基金会 很多事情就是跟我 自己在交小孩子之间 在做 关心社会之间 有很多的议题想要分享 所以就叫 又无有一间之又 这样讲好 那我在做的事情当中 有一项也是非常 跟我的过去的经验有关系的就是 我曾经在结婚之前 我是个记者 虽然在台式 担任记者的时间并不长 大概只有 四年多一点左右的时间 然后在土坡台上的时间很长 但是这个时间的长短 其实对我的影响还是一样 因为我从小学六年级 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做记者 为什么要做记者呢 不是因为他那个 当然一定有他的光纤 大家看到有他光鲜亮眼的一样 一面 但是其实是希望能够 也是能够帮助社会 有一些 好像比较弱势的人 或者是一些比较 没有办法去改进的问题 我们就希望能够做一些报道 来提醒大家的注意 那大家请不记得 我那个时候 有没有看过 我可以问一下 有没有看过 我那时候在台式的节目 有 有没有举下手 给我一下 谢谢 还不少 我算是很安慰的 因为已经二十几年快 三十年前 那时候我就跟李斯坦先生联合主持 台式新闻夜线 那第一个 晚上十一点钟的那种 从礼拜一到礼拜五 那那个时候的新闻夜线 其实是用很小的人力来做事 那到了后来第二年变成了台式新闻世界报导 那台式新闻世界 台式新闻夜线的时代 那时候是创台湾电视之先 就用一个这么冷的新人 我只是进去了大概三个多月不知道 那但是我很感谢我的长官 因为有这个机会 所以他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时间 我们就每天会去用很短的时间去采访 那基本上我个人必须要做采访的工作 做剪辑配音的工作 所以用一个然后送到主播台去 然后主播台的时候 李斯端称称是新闻界的人才 非常好的一个天才 这个杨顺美我们的基金会的总干事 他今天也来帮我忙 他也是我们台式新闻的同事 那那时候斯端是不是很恐怖 压不在我可以说一下好坏话 没有不说好坏话 这真实的话 因为我在电视上 我的书里都要讲 因为他这个才艺才华洋溢了 然后他就想到很 充很多的新闻出来 所以我们的很短的时间 对我要求很高 对我们新闻部的同仁都要求很高 对他自己也要求很高 所以那时候我常常拿了稿子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没有autocue 其实有autocue 没有用 拿了稿子之后上台 然后上台之后呢 装过自己画 没有现在那种像 现在主播都很好命 知道吗 他们都有化妆师帮他们吹头发 化妆然后借衣服穿着漂亮漂亮漂亮 我到时候就是看自己手中稿子 念一念 所以我们那时候没有那么好 你看到我们好像是好整理下 其实我都还老庆化 为什么呢 因为有的时候只有画一边的眼睛 甚至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要画眼线 我还不知道要画那个 就是你看除了眉毛之后之外 有没有会刷一些睫毛嘛 女士都知道 但是一定要眼线 眼睛才会看起来是立名 没有人告诉我 我大概报了半年之后 我也没有去学 新闻部也没有叫我去学 所以我报了半年之后 我才发现 其实为什么眼睛看了 会很懵懵懵的 别来像李彦秋啊 像陈春华啊 他们都好亮 因为他们有画眼线 我后来不管它 这不是个重点 就是说我们那段的时间的新闻的历练 到今天为止 虽然三年多的新的历练 但因为我们每天去采访新闻 每天都采访 大概是 不能够说每一条都三分钟的 你看到一分钟有时候 你看到电视 一分钟的新闻 其实它花可能一整天 剩两天三天去做采访 当然现在新闻都不知道 但是我们如果要做的 真的叫做三分钟的深度新闻报道 在一些节目当中 你看到新闻市监约有的时候 甚至要花一个礼拜 所以我常和李斯坦说 谢谢他那时候 那么要求我 给我严格的鞭策 我还有今天好像 我觉得我工作三十年一样 不过那时候的辛苦 今天都非常开心 就是已经奠基了 我在做很多事情上的一些心得 跟我的一些成熟度 我觉得对我现在所做的事情 毕竟也是不一样的 那我可不可以先请教一下 今天再多多让我跟大家有一点点了解 我可不可以 你们常常来社大上客人 举手好不好 几乎大家都是吗 那有人看到那个网站或者脸书上的消息才来报名的 一二三四非常少数 那么就也谢谢一下 谢谢今天那个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 那刚刚讲到 我们把它都进入正题 为什么要讲那么多拉拉扎的话 我就觉得今天是大家应该是人性的交往 虽然大家今天对这个议题一定是有很大的热忱跟情绪才要来听讲 但我觉得一定要彼此之间的一个了解 初步的了解 你们对我所说的话 会对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也会有一些基本的认识 那我们现在来先开启一下 这个要关灯吗还是 对不对看不太清楚 看不太清楚 那我们关一下灯好不好 前面后面可以开 万事为万事